我剛才也為大家分享了一些底妝心得 現在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補妝的小小事 其實我們化了一個漂亮的妝 最煩惱就是到下午有用妝或是卡粉的問題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去改善呢 其實我們剛才較早前 我們用過Poly Racer 其實也可以用來做一個補妝觸碰的功能 比如有些卡粉的位置 我們可以沾一點出來 配合我們剛才的五角棉 把卡粉的地方先推走 然後我們才去補妝的效果會更加刺激 補妝之前 有時候因為都翻了半日工比較累 可能有些位置會比較暗 我們可以用我手上的Spot Eraser 其實它是一支可以淡化色素或雀斑的精華筆 也可以放回補妝的時候 我們用的時候 我們先先拎出來 先放在手上 這個精華筆其實屬於一個護膚品 平日可以直接用那個掃 點在你需要的位置 即減淡色素的位置 當然如果我們塗了粉底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在手上 用手指印上去 通常我們印的位置會是 例如眼角這些位置 鼻樑中間的位置 然後摺疏下巴位 然後摺疏下巴位 讓皮膚看起來會更加藍體 還有光澤 至於平時 其實如果在護膚程序來說 在任何有色素的位置 主要是雀斑或是暗瘡人 都可以用它 我們可以用 早前的廣告 Dule Fit的乾粉餅 用來補妝 補妝的時候 也會有一點點提示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可以在補妝之前 先用紙巾 或者是面油紙 印走了多餘的油光 我們才去補妝 效果會更加貼 以及避免再有氣氛的情況出現 我們用的時候 可以配合 盒上的水 主要我們補在面盒兩邊 還有T字位 特別是鼻翼側肌肉 出油的位置 不需要全面去補 可以令妝感看起來 沒有那麼厚 而且更加通透自然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是一個比較自然 透薄一點的底妝 但當然如果你有時間 或者可能有些功能 需要妝效更加細緻 可以配合 使用紙巾的粉底妝 去補在底妝 其實這個程序 只不過是加插在 我們那個 Poi Eraser 即那個Mousse的Base後面 有時花眼 遮瑕都會遇到一些 顏色素比較明顯 或者是一些青筋的問題 我們通常用concealer 都會用多於一個顏色去遮 因為我們青筋的位置 通常會選一個深一點的顏色 放在有青筋的位置 或者色素比較暗的地方 將顏色調整淡一點 接著我們會配合一個 淺色的遮瑕膏 放在我們淚溝這個範圍 通常淚溝的範圍 會比較凝陷一點 看上去眼的位置會比較會一點 我們用淺色遮瑕膏 使它視覺上看上去飽滿一點 其實整體的效果會光澤很多 而且眼睛沒有那麼暗 很適合我 現在 なく看上去 每天放入椰子 ヽ 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